且说张秋谷听了陆丽娟那一嘱咐叮咛的说话 觉得深深款款 无限柔情 未免心上也有些而感动 不由的暗暗点头 陆丽娟一面说住 眉头一皱 那一双俊颜水汪汪的含着一泡猪泪 看着秋谷的脸儿 一步一回头的 依依不舍 秋谷也看着丽娟 两个人默默含情 停了一回 秋谷忽然笑道 你这个样儿 道也装得十分相像 果然名下无虚 陆丽娟忽然听得秋谷说出这两句话来 真是出于意外 一时间道呆了一呆 方才皱着眉头道 阿是你 格闲话才是假格 耐格人阿有良心 说笑话末 也误是十梗说法隔夜 秋谷笑道 你就是假的 我心上也很喜欢 你又何必一定要这般变白 陆丽娟听了 恨得把金莲一顿道 耐格良心道在陆里去栽 说出格号闲话来 阿要作孽 秋谷听了 一面笑着 一面走过来握住丽娟的手道 就你算是真的 我的不是 如何 说住又附着陆丽娟的耳朵 说了几句不知什么地话儿 丽娟不觉微微一笑 故意称道 耐格人末 直头少有出见格 秋谷笑道 时候还早得狠 回去再坐一回也不要紧 难道怕我真个把你带上天津去吗 丽娟瞅了秋谷一眼道 你勿要 你要去栽 秋谷点一点头道 送君千里 终须一别 况且你一夜没有睡觉 还是早些回去休息休息吧 丽娟听了眼圈耳一红 滴滴的说了一声一路顺风 辨别转头去也不再说 急急的上了跳板 走到岸上 回过头来对着张秋谷打一个手势 秋谷已住栏杆 也向他挥一挥手 陆丽娟一步懒一步的坐上马车 一静回到酒 安里去 秋谷直望着陆丽娟的马车去得远了 方才懒懒的回到棺仓 没精打采的睡了 这一睡 直睡到差不多十二点钟 方才睡醒 轮船早已开航 秋谷起来洗了个脸 饭也不吃 便一个人走上甲板来 浪静风平 海天如镜 波涛无际 急目苍茫 只有许多海燕跟在轮船后面 前后左右的四围飞舞 远远的望见几点黑影 隐隐的露出翻墙 原来都是那浮海的沙船 在那浪花里面一上一下 一高一低的乱滚 真各是神山一发 白浪千寻 朝来则天地皆清 风起而娇人玉气 秋谷立在船面上举头四望 心旷神仪 更坚一阵阵的海风披面吹来 拂袖动居 更绝头目豁然 行神俱事 看了一回 便回到棺仓座了 闷闷的没有事情 便在网栏里面拿出几本小说来 歪在踏上看了一回 不觉又冤龙睡去 直到留声来请吃晚饭 方才起来 走到外面广听 砸着众人坐下 原来轮船上的规则 棺仓客人吃起饭来 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的 窑转十分精致 秋谷随便吃些 又走出棺仓 到甲板上来闲跳 只见有两 各二十上下的少年 都是天津口音 两个人站在一起 谈得甚是热闹 秋谷见了 便慢慢地走进他身盼 侧耳戏听 要听他们在那里谈些什么 只听的那少年 常叹一声道 我们中国人的事情 都是自己弄坏的 即如招商局初开的时候 搭客的价募原分主 蒲粮等 当差的只收半价 那知道了后来 就有那般打小算盘的人 出来有心弄巧 明明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搭客 他却贪图便宜 算作一主一仆 甚至同伴四五个人 他却算作一主三仆 或者一主四仆 后来给招商局里头的人知道了 索性删除了这条规律 搭客不论主 仆 一律收取全价 他们那般人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都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无可如何 你想我们中国的人 都是这般卑鄙龌龊的性格 那里还有什么顾全公益的胸襟 组织团体的观念 这样的小事尚且如此 大事可知 我们中国前途的希望 也就可想而知的了 那一个少年听了也叹一口气道 以前李鸿章到美国去的时候 住在一家客店里头 那客店的头等客房一天要一百五十 元美金 和起墨西哥银币来 差不多要三百几十块钱 李鸿章嫌他价钱太贵 就住了二等房间 餐随人等都是住的三等 一般美国人都讥笑他的签令 我们中国头等的人物 盗去住他们美国的二等房间 你想像李鸿章这样的富豪 那般的声望 尚且要这般的贪小利 打算盘 不顾国家的体统 别人更不必说了 你又何必还去责备他们呢 秋谷听了他们两个的一番说话 觉得这样的一番议论 不是寻常的人讲得出来的 更监看着那两个少年的样儿 也都是木秀眉清 气度不俗 便想和他们做个萍水相逢的朋友 不由的对着那两个少年把手一拱到 方才听着你们两位的高论 果然抱负非常 请叫你们两位的贵姓大名 不知你们两位肯赐教不肯赐教 那两个少年默然见秋谷走进身来和他们讲话 出其不意 不觉到吃了一惊 极致抬起头来看时 只见站在面前的也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少年 却生得粉面珠唇 风腰圆壁 长眉入殡 凤目寒威 亭亭天表之姿 灼灼灵河之柳 从来明世相连 清澄户 昔 那两个少年见了秋谷这般仪表 不觉都有些自残形会起来 那一个年纪大些的少年 连忙拱手寒笑 通了姓名 原来两个都是天津县人 住在天津城内 一个年纪大些的姓姚 叫姚小枫 一个年纪小些的姓傅 叫傅仲俊 是天津县里头两家著名的绅士 却又都是少年好学 声望不凡 富有经伦 凶多快累 在天津地方很有些而名望 当下傅仲俊和姚小枫 也问了张秋谷的姓名 略略地谈了几句 大家都觉得十分合适 秋谷便把他们腰进观仓座下 彼此高谈阔论起来 从此之后张秋谷和姚 傅两个成了朋友 知澜节气 金石论交 一路上谈谈说说 道也并不寂寞 不一日轮船早到天津 原来轮船到了大孤口 还要曲曲折折的弯进七十二孤 方才到得子竹林租界 春夏两季 大孤口内水深 轮船可以直抵子竹林租界 到了秋冬两季 口内水浅 轮船不能进去 就只好停在大孤口外面 一般搭客都另趁小火轮登岸 很有些而不便 刚刚这个时候下令水深 轮船可以进去 在大孤口外停泊了一夜 到了明天 慢慢的鼓轮进去 走了半日 方才到了码头 早有经观察接了秋谷的电报 知道他坐的安平 便派了一城四人大叫 四名差便 两个家人 到码头上来迎接 张秋谷便把流声流在船上 叫他压住行李 慢慢的来 秋谷坐上轿子 一直到东门内卢家胡同 金观察公馆里头 秋谷刚刚出轿 早见金观察 呵呵大笑的直走出来 一把拉住了秋谷道 我算计你该阴到了 秋谷也笑盈盈的抢步上前 指手招呼 两个人手玩手耳的走到厅上 秋 谷围住金观察是长青 对着他不得不行各全力 便对着金观察躯一躯膝 早被金观察一把拉了起来 大笑道 我们至亲 还闹这些过节儿吗 秋谷又请了金观察的夫人 出来拜见过了 金观察便把秋谷邀到 那书房内坐下 谈了一回 早不觉红日晨曦 木烟四合 金观察对着秋谷笑道 你今天出道 我要和你接风 久仰你是个粉镇花围的老手 今天就请你到一个地方去见识见识 何如 虽然你是在上海玩惯的人 也要叫你看看这里的风景 秋谷听 了自然答应 一会儿 金观察备了两成轿子 同驻秋谷到侯家后保华搬来 原来天津地方的侯家后 就像上海的四马路一般 无数的窑子 都聚在侯家后一处地方 更坚天津地方的嫖娼规则和上海大不相同 上海地方把妓女叫做官人 天津却把妓女叫做姑娘 上海的妓院叫做堂子 天津却把妓院叫做瑶子 瑶子里头又分出许多名目 都叫做什么班 什么班 就如那幽人唱戏的班子一般 班子里头的姑娘 都是北边人的 就叫做北班 班子里头都是南 边人的 就叫做南班 南班和北班比较起来 又是大同小异 到北班里头打个茶围 要两块钱 到南班去打茶围 却只销一块钱 那怕你一天去上食堂 打上十个茶围 就要十次茶围的钱 一个都不能短少 南班里头吃酒碰盒 都是十六块钱 住业是六块钱 北班里头的碰盒也是十六块钱 吃酒却要二十二块钱 住业是五两银子 教局不论南班 北班 都是五块钱 请官人出局 只要三块钱 若是没有去过的生客 走进窑子里头去 合班的姑娘都要出来 见客 凭住客人自己检择 检中了那个姑娘 就到他房间里头去打个茶围 万一那个客人眼界甚高 一个都检不中 尘土不沾 力气伸来便走 也不要他花一个大钱 住业的客人不必定要碰盒吃酒 碰盒吃酒的客人也不必定要住业 住一业是一业的钱 住十业是十业的钱 很有些像那上海嘛二堂子里头的规矩 这些事情 在下作书的纪人做到这里 不得不把天津妓院里头的规矩 细细的演说一番 好叫看官门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 心上有个头绪 不 至于看到紧要的地方茫然不解 莫然不知 就知道在下的这番演说不是坠流之谈了 闲话休题 只说张秋谷同住金观察到了侯家后保华班内 金观察领着张秋谷走到一个房间里头坐下 秋谷举目看时 建房间里头的陈设也和上海差不多 墙壁上挂住许多的单条字画 正中向外 放住一架红木床 挂住熟罗杖子 两旁也摆着两口红木衣橱 秋谷看了一回 早见门帘一起 一个十七八岁的淡庄女子走了进来 正是 摆南都时代 偏开上院之花 北地 焉之 种入唐宫之选 不知以后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永远可以 字幕 李宗盛